音乐的部分吧 因为前面 这是我唱的 然后我就开始读我的故事 我们所看到的 或许就是事情的真相 它将会是一个幸福的故事 还是拿暗黑的开始 一个 个人意见 就是我觉得你唱的 就这些个部分是很OK的 但是你的说 是要把所有的人物 带到这个画面 我觉得你们主可以 可以会后去讨论 但是 我很坚持 我真的不想讨论 我特别坚持这个东西 我们希望把这首歌 做成一个类似于 舞台剧 音乐剧的那种呈现 所以说我开始就想 以一个念白的这种方式来开始 齐哥 如果你分我两个 我更喜欢的那个是 这个比那个台词更有那个 哇 关注的故事 所以我 所以我刚才跟韦伦老师 我们俩聊的就是 我先说这个 再唱那个女生 可以二选一吗 我不想二选一 这个歌里加点白 我是为了更能营造出一种 奇幻的这种氛围 我一直都认为 有些东西是对的 我就应该去坚持它 那我们要不要投票 不要投票 我是觉得这个地方 是非常合理的一个东西 但是我觉得也需要听一下 我们大家的意见 对吧 是要听大家的意见 我现在为什么要这么努力地 把这个东西呈现出来 把这个东西呈现出来 没啥 没啥 这个意思就是我想说服你们 让它达到成一个 真正有状态的一个东西 在里边引入 明白 我们也练的时候 也是一直让你试着练 然后我们也听了很多 所以有关于我所说的 适合话 我只要一说话 你就否定我能说话 所以说你觉得我说话 这个部分是 你就不太喜欢这种 感觉的呈现是吗 这个沟通的过程中 我当时是觉得很难受 每一个人对于艺术的理解 可以完全不同 投票的意思是 要不要听听我们团队 别人的意见呢 不要吗 那我觉得怎么办呢 我心里加了一根刺 我是一定要把这个刺拿出来 齐哥 谢谢 谢谢 来 跟你聊两句 好 先跟你说一下 我觉得我很诚恨地跟你说过这件事情 但是你那句话 我会很不舒服 就是说你看 你是不是 我只要念摆你都否 这个我很不喜欢 还有一个东西是 我们是一个团队 我每一个人有他独特的 对于音乐的理解 我尊重 我也没有硬让你改变 做一个你不舒服的东西 但是你家的东西 如果别人觉得 整体性觉得是不是不合适 那是不是我们这个是需要说回来 因为我就顶在那儿了 我那话就肯定好听不了 我很不舒服那一刻 因为我觉得可能大家 如果理解不了这种东西的话 我也没办法用什么事情去解决 或者去证明 我这很多年没有招过急了 我一着急嘛 我就容易就比较极端 我说话就可能就 就没有那些什么那些东西 大亏我也吃过 如果我这个臭脾气 能够稍微收回来点 换一个方式去说 我觉得这事更奏效 那一刻我确实说话有点过分 我在那个位置 不应该说那么过激的话 我觉得这确实是 我有点就是耍性子 这个我得为这个事情 向你道歉 没事 我们哥哥们就是男生 都是有这种脾气的那一面 对 只是沟通上面 我还是希望 我们不会再出现一个 这样的一个沟通的方式 我觉得 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 要尊重大家 我也只是一个对讲这个东西 我扔掉 我们都是同一个人 希望我们的沟通 你真的不要再误会 我对于你的念白 好的 我跟你说 我 我们的沟通 每一次都是有效的 是 把这个事情放下 咱们说一下咱俩之间的 这种感觉吧 嗯 所有的我聊过天里面的人 我把你当作我的哥们去看待 所以我愿意跟你分享这些东西 我愿意相信你 所以我最在乎的就是你给我的反馈 因为这一番过去之后 我也是想让你看看 我是个什么状态 我也看到了 你大概是个什么状态之后 就可以更明白对方 在心中的那个 朋友或哥们的那个位置 是可以放到什么位置 你 你能同意我的说法吗 同意 对 好 下次不要亮出我 对 我好难受 好